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五十六节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那再厚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厚了 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眼红直接翻译是眼睛邪恶的 善眼与恶眼是犹太人十分熟悉的礼语 红了眼就是指嫉妒的意思 在这里表明了神的主权 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是在教导门徒一个真理 就是一个人在国度里的赏赐 不是根据他做工时间的长短 也不是根据他工作的性质 乃是根据神的主权 还有他的忠心 在后的是指最后来的工人 在前的指先得赏赐 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前的是指最早来的工人 在后是指得赏赐 这一节有古卷在这里说 因为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被招是指得救 选上指的是得胜 这里主再次教导门徒 得救的人有许多 但得胜者却是少数 因此我们不要以为信耶稣 得救就好了 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当主再来时 所有的信徒都要在主面前 接受审判 那忠心有见识 服侍主的人 要被主称赞 得主的奖赏 而那些又恶又懒的信徒 却要被主责备 不能与主同坐宝座 与主一同坐王掌权